Hello 聚賢堂又見面,今天很難得請到一個美女嘉賓 我們美女不是只有女王 今晚的美女嘉賓是Amanda Fogg 霍彩玲小姐,香港最著名的專業詩儀 亦都是香港詩儀大賽冠軍 阿楊原本忽然因身癢就問你 她最喜歡說這個話題,說婚姻 阿楊,實在你的話題令我沒辦法不請霍小姐回答你的問題 有什麼想說 為什麼要請美女上來呢? 兩個男人說婚姻,說婚姻,說婚姻 當然要找這方面的專家來 首先我不是專家這方面,是婚姻的事 但工作原因很多時候在婚禮都會接觸到 婚禮私宜 大家現在都看到婚三晚妝會的Expo 其實我有七至八年做婚姻公司的Fashion Show MC 不只是做MC,如果我沒有記憶,我也有份 因為以前的人說 詩儀,用咪咪有樣子會說 但其實不是 專業到什麼地步呢? Amanda就拿了全世界第一個ISO認證的專業 所以說專業來計算,還要有ISO認證,沒有其他批人 對,Amanda帶頭而已 所以為什麼會出聲說 這個婚宴的事,我不請專家不行 有份量的專家才好 為什麼突然說婚禮婚宴呢? 因為最近有個調查 就說新人一般結婚都用三十萬 雖然已經跌了一點 不過比計上 還是一個多厲害的開支 有這麼厲害的開支 又說一世人一次 幾十萬 當然要找最好的 香港的結婚、婚禮、婚宴等等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我想這樣說,首先 每一對新人都有理想化一點 是想最好的 當然要看看自己的何包 即是各自心目中的存在明示 真的,譬如我們可以說 有高中低級的婚宴 譬如很簡單,你酒店 五六星級就肯定是 你多少位 譬如半島很少位,但很貴 中層的可能是普通的酒店 我叫做Low End 可能是酒樓等等的事情 其實你已經分了 三十萬是基本上是幾個minimum的部分 亦有一部份是 再潮一點的就是眼咒 更加便宜一點 甚至乎有些是不放酒 玩旅行結婚,或者外國註冊 因為我的朋友是 即是請一個好的攝影師跟住 對,因為他自己在羅馬結婚 在鬥秀場附近 噴泉 不是,正在鬥秀場附近 所以他的婚紗照片 就是在鬥秀場旁邊 他找人專業地註冊 之後自己開了一個海外結婚公司 可以幫助香港不同的新人 有些是那些 你的錢 就是這樣計算 三十萬 就這樣去吃了他 一定是 拍到特輯一樣 去遠一點 自己玩了他 我記得有拍到南極影企我 有,那些是有些可能不關什麼 真的拍婚紗照片 幸好他沒有說北極影企我 這是民建聯才能做到的 有些可能要很冷的 其實回內地也有 可能給錢貴一點 作為一個開支來計算 很重手 但當你結婚的時候 通常這些要求 都是女性提出比較多 你很愛你的老婆 通常都會遷就她 所以 為什麼說最好呢 最好的標準是 女性標準比較多 男性就不要搞 我不是反對 我絕對不是反對 因為利益衝突 我絕對不是反對別人 搞婚禮婚宴 但我們現在知道 一般婚人結婚 其實都不是千億媳婦那種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兩口子慳慳慳慳慳慳 她儲錢做首期 但你一次過幾十萬 我想 就算不說掃首期 你將來如果有子女 你如果將這些東西 融向你子女 或者融向你兩個以後的生活 那是否會更加划算呢 首先 要分清楚 擺酒是誰想的 新人 尤其是年輕的一批 通常都是不想的 永遠都是招呼父母 如果父母 可能是很隨便的 或者可能是 有些人早了 去另一個好地方 很多時候都不做 即是雲瘋 隨便玩 永遠是有親戚 等等的事情 甚至是真的 可能是中高級的 她要擺出來 是要做事業 或者是父母 我試過的婚宴是很有趣的 一對新人 基本上是在周濟最大的房間 其實她認識的朋友只有幾位 全部都是父母的朋友 或者是商會的人 即是隔了兩層 對 而且有些是看臉的 我試過有一對新人的 speech 是跟商會的護長說的 speech 是沒有分別的 pattern 即是商業活動來的 對 那中間是有人玩遊戲 那遊戲是什麼 所有的人就上去拍照 分隊員 什麼什麼商會 就是一個商業 完全是一個 即是開會議 對 所以那些又有不同 變成她要搞婚禮 那錢是預算了一部分的活動 即是是眾籌 不是眾籌 你給面子 有些人一定要出現 甚至我們也算過 遇過一些婚禮 是有VIP 有些官員 那些是要好一點的 最誇張的我去過婚禮 就是沈旭輝博士那個 她那個很特別 即是經濟所有的人都會出現 全世界的 還有一些人來不到 都會出現影片 對 因為她背景很厲害 當然 在她來說 那個做法又有些不同 正如剛才所說的問題一樣 事件 即是她一定要搞一些朋友 覺得高興 入場有保安檢查 你那個請選擇 原來有一個IC chip 她說不是 那是大件事 她擔心混水摸魚 因為以前試過 有些Low End 玩遊戲 還有的事情 是真的有人混水摸魚 類似是我們玩遊戲 玩抽利是 可以拍了利是封 收完之後 那人就走了 是沒有這個遊戲 沒有這個遊戲 是走了 但阿沈博士那件事 大件事 就是有人沒有卡 就這樣白狀進來 你又不能阻止她那隻 那她要的歌是甚麼 那一個叫689 那一個叫689 哈哈哈哈 那是 她面試特權 你不知道嗎 拿行李都有人專任我 特尊特犯 而且大家看到她也 不用那個歌 你沒有她的手下 是 寫一個尊重感 所以現在的婚禮 現在的活動形式 變得多樣化 其實是Rite to Show 貴是甚麼 你只吃 當然一般的朋友 例如我之前 我聽到我一個小學同學的朋友的結婚 其實她是很簡單的 例如MCA是自己的朋友 沒有任何娛樂 吃完一頓飯之後 基本上是撇的 即是純粹見見街坊 對 總之要告訴別人 我是老婆 你看了 喝茶了 對 還有一些父母 其實有時候 通常女兒那邊 如果她是大女兒 家常的家庭是沒有做過的話 都會的 都會盡量搞 但有些可能已經搞很多次 就不太煩 男士相對就沒有那麼誇張 除非有頭有臉 或者可能是狗代單傳 都是家族上要的東西 所以那個價錢 其實某程度上 或者講的研究 很明顯 可能那班人 不算是有很多需要 或者有很多網絡 變成那個數目是一個參考 但因為你去到某些 例如我們中高級的 根本已經是一個 應該要搞一些活動 還有很多不只是錢 即是免資工程 沒錯 全部都是免資工程 因為如果你純粹是自己高興 是真的新一輩子 這筆錢比自己值得好 像你所說 比小朋友好 或者跟朋友去FIVA 因為我試過有些朋友 是分開兩個 假期是分上下午的 下午是招呼長輩的 很elegant 很舒服很大方 因為他們不能把晚上的朋友放進去 因為晚上是瘋了 會爆炸 即是他們從外國回來的 即是有派對的感覺 長輩是會瘋了 我真的見過有人在Pullside Party 不開玩笑 真的見過 幸好是外國人 Pullside Party 結果是把婆婆扔了游泳池 因為他們是OK的 很明顯 你試試在香港這樣扔 扔了婆婆游泳池 有些玩得很OK的 所以這就是 你說報告價錢 真的倒過來說 是誰想擺 即是誰主導了這件事 即是可能她死定死定 不是她想 可以的當然不要 但父母也很想 我要告訴別人 因為長輩那一輩 他們有些事是很慣性的 即是覺得 親戚朋友說我們 即是 即是不怪的 因為中國人經常都說禮數的問題 你這麼大件事 五輪裏面 多了兩家人 但當然我遇過 我有個朋友的父母 即是說真的 都不是小的 那個年代 她的父母很帥 即是派堂告訴別人 她自己結婚 很帥 即是派堂 即是派堂 那就結婚了 很節省 一包堂幾錢 其實媽媽不欺負不重要 最重要是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但問題是 正如說如果是懷疑數 就不只是兩個人的事 你將兩家人融合在一起 很大件事 即是公告天下 那些事情 你出了公告 古代就沒有公告 沒有公告 所以你就要告訴別人 認得那個人是甚麼 很多都是這樣 大多數都是這樣 即是那些婚禮 所以現代人就發明了拍照 這件事 大大張拍照 拍照 拍出來的 這叫做親戚 這叫做同事 今天有一段新聞 講到某位的女星 和她同父義母的弟弟 在這段時間見了三次 見了三次 其中一次是她結婚 除了桑禮之外 原來是結婚是很重要 和你所有失散 或者是很少見的親友 正常 開中明顯見幾次 你可以當聯誼 為甚麼 我覺得 我不會覺得 那些人固然鋪張 就像Amanda說 是工程來的 那些是真的有 你公告天下的 例如數也好 你以後大家見面 不知道誰是嫂子 也好 很緊要 很忙 或者可能是嫂子 很想讓人知道 你不要再搞我們 這個更加重要 算是主權 很看見人性格 譬如有些很喜歡鋪張 譬如大家知道 前陣子有一對明星 他們在內地很鋪張結婚 你懂得說明星 也有另一個明星 一對明星 兩個都是藝術 是低調到H&M的衣服 就當婚紗 很隨意結婚 這就很 depend上 如果喜歡低調 還是高調 還有他會不會變成一個宣傳 因為Facebook 其實大家都是藝術 自己會宣傳自己 有些很喜歡分享 剛才你講這件事 外國結婚的感受很不同 一家科 是很個人化的 存在 他留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給自己 所以你剛才提到禮節的問題 中國很流行 香港是奇怪的 在中間 香港是東西方都要做齊 但他們的父母是中國多 所以禮節都說是招呼他們多 如果父母是比較開放的 或是外國多些 其實反而是沒什麼所謂的 即是很隨便 但很多時候 剛才說過他們本身有的工作 社交圈子 所有事情都要做出一堂 去滿足不同 或者女孩子很想告訴人 我嫁得好 亦是一個炎耀的一部份 那又嫁得好呢 首先你內地有樓 首先你如果看到內地的新娘子 那一抽的金牙 是完全會掉落地的 它是規格的 不是規格 它純粹是一個很厲害的 大型金色鎖鏈差不多 你可以重到落地 另外就是 再誇張一點 它有些靚車 整條街的車隊 這些就叫做有面子 很豪式婚禮 當然 但某程度上 女孩子有時候嫁得好 是這隻馬 當然你不是香港風流家 有些少許是這個圓業模式 例如我成本三十萬 三十萬可能是很基本的 酒店的預約 或者是一些東西 但未算你形償 還未算你可能有娛樂 那一晚 我又要很漂亮的套餐 我又要把卡 在你桌上你記住 我已經結婚了 通常都不知道 扔好還是不扔好 有它的名字 你還要測試 例如它的卡 即是給別人的那張 紀念卡 不是 那個叫做貼 貼 貼是很fancy的 對 當然有很多 藝術家的令計 我真的遇過一位朋友 他在街上撞到他 他揹著一個袋 我說什麼 聖誕老人 我幫我朋友派貼 你這是什麼貼 它的貼是什麼呢 原來是一個盒 打開之後 有一個女生的公仔 即是有Cushion 不是彈出來 是躲著睡覺的 有一個包包來的 是貼 即是送舊的盒 給別人當作貼 它裡面是一個貼的設計 玩具 精品 裡面是一個 它是一個 躲著一個Cushion 裡面有些資料 這個很好朋友 就揹著袋 周圍幫他派貼 這個世界是有Courier 很明顯的朋友 是自願當Courier 這些事情 是不是要加很多錢 所以整件事的Post 很視乎你 如果兩個人感情好 基本上是OK的 但當某些人 可能有很多事情 想跟別人分享 很想公告天下 或者宣示自己的 炫耀一下自己的財力 或者我嫁得好 很多東西如果牽涉到這些 價錢就是根據你的要求而上 但會不會有些很創意地做了這個 會會 但又不是很花錢 有一些環保分禮 首先他們沒有刺 這些簡單一點 可能他們用的東西是reusable 甚至現在是e-card 不會用一個 不會是physical 反正一個人有沒有手機 會差很遠 甚至他們的婚禮 我純粹只是行禮 儀式呢 借做儀式就算了 儀式之後 你會省很多 或者是午餐 當然 這些部分都會令到他們的婚禮 減少 甚至乎有些 我見過他們不會在正常的酒店 租了一個function room 即是不正常的酒店 不是function room 社區會行 我當你大學裏面的multi-purpose room 一個地方試試正正的 即是有一個studio 總之是一個大的地方 他們就是自己搞了Bancred 即是社區會堂 高級一點 不要社區會堂 可以嗎 我已經說大學multi-purpose room 一個地方純粹一個房間 大學的普遍會堂 我是說在乾淨裏面 但是不會去吃會堂 接著他們自己可能是有stage 或者是一些recruitment 還有叫食物 你可以任叫 那些很簡單 可以可以可以 那些朋友就當作玩的形式 起碼的course 其實你就不用包住在酒店 又不用年多錢去搞 其實相對他們會便宜 其實不是說會堂 有些是挺有創意的 例如露天草地也可以 其實有些露天草地 有這麼大的草地 通常有十年前的 沙灘我也見過 沙灘也有人有 對 很熱的時候 對 譬如你自己嘗試去沙灘 聚集 應該有人會找你 發生什麼事 你都要處理 都有那些地方 但那些是 我所說的 那些你應該預料 在那些地方你要租 正常去處理 但那些露天草地 因為我見過他們的影片 那些地方不應該是 我來打結婚 不浪漫 純粹在那些地方 我不知道某些原因 省錢吧 但他們可能因為 設定了一些 例如有stage 又有麥克風 又有麥克風 其實是處理了 以儀式來說 是沒有問題的合格 還有朋友 朋友沒所謂 例如有沙灘 那些有私人沙灘 還有船 讓你去 那些要過程 那些部分 你可以想到 香港這些部分 都會多了 這些地方 讓人租 他們是一部分的事 所以我沒有想過 會在那些地方 都可以做婚禮 樣子有生意做 我們錄影的studio 可以出租 還有 麥當勞也有出過婚禮 麥當勞生日後 也有見過 結婚禮 最近聽見過 有 我聽到 最初有聽到 有很特別的原因 那對男女生 麥當勞 在那個位置認識 只會認識到很大 興奮到你馬上 抓我手機 麥記女生嫁得 有,有 因為我太興奮了 一生人就是想找一個 掛耳的女人 其實我已經等了很多年 這是被批世人 我已經等了很多年 你們找不到我找到,所以我就在默忌那裏 我看過默忌是有一個配套的 我記得默忌有生日會 現在也有生日會 其實是一個生意,你放在一個配套,你可能在公園也可以結婚 一生人為了找一個捱默忌的女人,而這個女人甚至在默忌上嫁給你,真是不得了 這個部分也是很看到商人的想法 新人也找不同方法去省錢 默忌也不錯 你是不是去考慮? 我沒有考慮這件事,不如我考慮 我怕香港沒有一個默忌裝了你的朋友 這件事是肉脆砧板上的,放心 那是不同區域 你又來吧 區域的麥當勞 我開始了解多一點 多一點了解 不要爆那麼多 其實有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的方法 例如在看錢的部分,你問問你後面有什麼惡勢,需要你去處理 去擺平 這杯和頭酒你一定是喝的 這個錢其實是很無奈的 很多新人是很無奈的 因為正常這樣想,你當然是自己洗掉 跟你說真的,我一天給自己的小朋友 首先他肯生死 不生死自己,洗回自己 所以問題是,他們很多時候都是因為要滿足不同的人 我只是想不明白,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你剛才說了,禮節 我又多說,不一定要給我一個朋友 結婚不單是禮節,讓人認得誰是嫂子那麼簡單 除了宣示主權之外,好像是要擺平很多惡勢力 即是說,有頭有主,你不要再來坐下 這樣嗎 即是擺明你是X的 即是有些人攪行就是Xidences 這裡 是ol講 以後你是X人來的 蕭公子的生活, adversity 比較複雜,比較多知多彩 我先解釋給你一下,如果他們的生活,之前所認識的朋友比較多,關係比較複雜的話 就會出現了一個情況,我們都遇到結婚的時間會怎樣 突發事件 不是突發事件,知道了,可能是正常惡婦岸母,老爺奶奶,四個 但就要問清楚,究竟現在坐在那裡的奶奶,是第幾回合的 或者是前男女朋友,會不會上台呢?是同一時間出現的 即是他老爺的前男女,即是新娘子的生母,好像宮廷那些 生母,和自己的生父,現任女友,我們作為師傅就要很小心 有時候要問清楚,表面上是 中國人的禮數就蓋不到這麼複雜的東西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自己不像中國人 有現代元素,有現代元素 老爺奶奶和我父母不在那裡,離開了沒有在那裡吃 剩下新人很開心,很興奮 原因是,奶奶和三郎哥說 你娶這個女人,我那晚就會來搞事 然後呢,長輩們知道奶奶那麼激動 就牽著奶奶出去自己吃飯 所以婚禮仍然走得成 其實有些是這樣的 不通知他就可以了 當然不行 而且人家解明是不讓他入門 變成除了 婚禮仍然跟你入什麼門 我小子不入門,我就入自己的門 也是那句 如果你是尊敬父母的時間 每年新年才會打個招呼 新年都應該逗禮事 最少都要這樣 即是穿著奶奶不讓她的媳婦光明 那一定是有些原因 但問題是,其實也會影響 當日可能每邊兩個人 可能每邊變成六個 然後又可能說,這個又不妥 那個又要分開那個 這很像戲劇效果 我們後面要處理很多不同的勢力、鬥爭、角力 其實Rating Planner 是專要Rating Planner 應該會好處理這些 我覺得這些才難做 所以是要很懂得處理 但你要知道是禮節 例如有時候拍照 上門親家、下門親家 男家拍照 也會很溫柔地跟奶奶說 不如大家拍照 稍微休息一陣 就不要上了 這也是一個部分 有時候會不開心 我經常說 兩個星期之後 沒有收到長輩的電話 對新人就是安全 即是沒有投訴 因為是姨媽姑爹 甚麼都會有人說 即是關公也有份 關公災難 例如我試過一個朋友 很多年前還流行玩遊戲 那時候就幫他做一個MC 現在是大鬼母性格 玩甚麼都可以 但父母不是這樣 父母是中國人 有些父母都很開放 但未必每個人是 情況如何 有個遊戲很簡單 新郎抱著新娘子 然後在牆上 走個圈 不是 他每一圍 然後他還會拿著一個 不得漂亮的一個盤子 那些人就放在省尖 嘆嘆聲 每個人都放在沒有 contribution 而且新郎哥要抱很久 整件事就搞了一段 有沒有課 課不課 不知道 總之我都要做 還有問題 我試過有新郎哥 找一張椅子 然後我說 你是要照顧你的老婆 一生一世 不可以中途放下她 然後又拿起醉 嘩 嘩 擺明是玩三郎哥 情況就是 在兩個星期之後 我這個女朋友 因為她沒有所謂 但她跟我說了 心情是沒有什麼 她覺得好笑 但我聽完之後 我跟自己說 我終於明白 真的很小心 因為原來 婆婆有 她開始有些 不肚不快 她說 我兒子真是慘 結婚那天 是要抱著她老婆去黑食 即是她把好玩的遊戲 等於黑食 她說拿個兜 你不知道長輩的老婆想什麼 即是鬼佬想著肯定不同人 你去過鬼佬去過教堂 把兜過來 那誰觸過人的長輩的概念 她們的茶夫和鬼佬是不同的 所以我聽完之後 不是吧 嚇了 但我朋友在笑 她沒事了 因為鬼妹妹 當然幾年後就離婚了 不是直接 鬼妹妹 又是 直接但就離婚了 問題就是 因為這件事離婚了 不是 最終是離婚了 但不是因為這件事 但情況就是很多時候 親戚朋友和長輩的Gossip 兩個星期左右就應該中了 也試過 譬如說新娘子做些事 可能說些事不太適合 婆婆可以生氣 跟家人門子不說話幾個月 那有什麼所謂 如果同樣結婚 就不是跟婆婆結婚 那你每星期都要回去吃飯 新年都要一次拜年 如果是太過不通氣 又不為下一代著想 那就不見面 有什麼所謂 其實我們人都應該是群體的動物 這三位租成熟飯 你不見不可以 你都要有些人去見面 而且真的很多時候 我都說 如果對新娘子來說 她完全沒有人沒有物 就沒有所謂 但你牽涉到 關係越簡單越好 但問題是 她很孝順的話 你就很麻煩 剛才的情況 不是孝順 而是餘孝 是餘孝 就是這樣說的 其實長輩都會希望自己的子女 有餘孝自己 養兒防老就是這樣 有些是避免不了的 你家人見了幾十年 從小到大 你不會因為這樣掛開 其實那些是很小事 表面上是小事 但可以很糟糕 其實處理是處理不好的 譬如我們是餘孝頓 即是專業的餘孝頓 譬如我們是餘孝頓 因為我們會很懂得小心 那些東西 譬如新人 他們經常都搞不清楚 他們自己想著自己結婚 想著玩什麼 然後我告訴他們 其實是你父母想要什麼 你想清楚 你就知道那晚要說什麼 用持份者的角度來理解 一半半 但問題很明顯 很重要 很簡單 其中一個儀式 即是我們這部份 近年都流行 可能是新人講完 speech之後 都會做作也好 真心也好 都會送花 或者送某些東西 給婆婆或者外母 原因很簡單 只是公開 很重要的人生當中 感謝他們 這個感謝 有些新郎哥是不明白的 但我說說沒事的 其實說了一輩子 其實你說兩分鐘的事情 親友會覺得 你這個孩子很孝順 你這個女生很好 你也要做 你是不是想你以後人生 比較清淨 做人總要有一點氣氛 當然有些人是真心的 你不用 有些人是真心的 有些人是真心 他真的很想送禮物給父母 有些人是真心的 演技是走不掉的 所以應該是真心這件事 演化出來 讓人知道你是真心 對 所以這一點點 我又覺得這樣說 如果你又想你身邊的人 開心 而是你做了很少的事情 無論你是真心與否 你公開地 別人都說了養了你這麼多年 不斷說的多謝送雜花 其實有多難 還有你人生當中有多可 在所有親人面前 拜年都不會有這麼多人 所以有些人看起來好像很輕鬆 確實的影響可以很嚴重 所以我們會建議 譬如我不是任何Planet 也好 有些新人說過 我都會問他 其實你會不會這樣做 我會解釋給他聽 你自己選擇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做的 不是差很遠 歸緊舊仔看起來 就不是你的婚禮花多少錢的問題 不是花多少錢 而是你能不能達到你要達到的目的 處理惡勢力 當然了 你要擺平 又要Promo一下你的 不同的所謂持份者 有不同的期望 有些期望很高 期望很低 有些很緊張某些事情 有些不太緊張 有些不擺走 所以那個錢多一點 反而不是太緊張 其實是有方法的 提醒大家 要專門處理 如果你所有親友 或者你的關係 大家不需要看牌場 其實可以有很多方法 可以在相宜的情況下 可以結到一個你們夢想的分禮 因為很多時候夢想都是女性 女性的夢想 有些本身也會節省 那些也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女士不緊張 相對比起之下 的分別很小 即是女士不出聲 你自己認識了 通常都不會不出聲 通常都不會不出聲 通常你做的事不適合 她總是說沒有所謂 女人說沒有所謂 即是很實在的 你應該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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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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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實在 沒有所謂的 你猜你怎麼死 而且有時候 當然有兩性關係 即是她們兩夫妻 是不是溝通得很好 我都試過 有新人 我很記得 我們之前會開一個聚會 在沙田麻匯 坐下來談 她們又認識了 時間比較短 決定結婚 那位女士進入Tonic的時候 新郎哥看著我們 看著我們 看不見結婚好 奇怪 已經談婚論假 為何突然間 正在預約我們的服務 第一件事 我告訴你明天不合適 我會沒有生意 你明白嗎 你做不做錯 當然在場 她看中了你 沒關係 她們兩夫妻的感情應該是有些問題 可能是一些政治婚姻之類的 可以這樣說 還有一些婚姻 純粹是好像要 她根本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一樓未會愛自己 或未會愛人 可能會結婚 有些可能很短時間結婚 她未想清楚 或者她根本對這件事就做 想得太清楚 可能就不結婚 因為有人說那個衝動 你不要衝動就結婚 是 也有很多原因 你不可否認識 有些人根本對關係 結婚、拍拖 完全搞不清楚 雖然到了成人階段 這樣也有 有 有些是結婚了 例如有些大少女 她覺得老婆 應該是一個高級版的奔妹 不做事 在家裡 總之駕頭細毛是很傳統女性 你不要傻 就算我養起你也很女性 其實現在未必會肯 那些女生現在不用你養 一來二來 其實整個價值不同了 那變成有些是 這樣想法 覺得這樣就不適合 譬如這兩天就看新聞 某些地方 譬如印度那些很誇張 兩小時就離婚 那些都很不同 那些問題就是 她對婚姻這件事 是一個沒有感情的基礎 純粹是一個儀式 她的文化和你很不同 你剛才說的是沙特阿拉伯 她的新娘子 把婚禮的片段上網 然後新娘子兩小時後 立刻就說 休妻 是一些很女權很低落的狀況 對 男權很低落 剛才你提到的情況 不是很好奇 我覺得也有一些 就算香港也好 她不是文化問題 而是她對兩性關係 或者對婚姻的概念 未去到因為文化是大男人 但本身她喜歡自己多其他東西 這就不是婚姻策劃的問題 是心理輔導的問題 所以有些是很短時間 心理輔導 我也遇過有些朋友是這樣 原因是他們對結婚 究竟是什麼要結婚 他們想著很高興 有些人很簡單 搞婚禮就結婚 但其實搞婚禮只不過是一個儀式 之後經營婚禮 經營婚禮 經營婚姻 經營婚姻 其實是需要經營 還有很多的價值觀 有些人自己的價值觀都搞不清楚 你不要說要搞別人一個 還要簡單 例如內地比較獨生 他們是別人招呼他們多 當你兩個都被別人招呼 家裡真的沒有人招呼你 問題一來就有很多衝突 然後覺得你都不支持我 兩個都問同一個問題 那就分開了 我想問 剛才說的那位 都問你們結婚嗎 最後結婚嗎 我最後有錢收 他做了個婚禮 首先是做了個婚禮 之後我不知道 即是儀式完成了 對 我是有賢如宗 收入錢為宜 真的很好笑 有沒有見過 我也聽過 中途劈砲 沒有劈砲,但起碼吵架 就是婚禮的時候 兩對新人大家意見不合 拍拖的時候 沒有見過 是一個很高壓的環境 對 對 對 你說跟新郎哥喊大交 相對 那一刻 因為是第一角的國望 機會會大 很多時候 新娘子就屈到爆 我看到太多新娘子 在新娘房子哭得瘋 也有 或者我剛才跟她說 有個婆婆差點是爆血管 因為新郎哥通常是男左女右 男家左邊 女家右邊 新娘這樣坐著 我眼睛反轉 我婆婆又覺得 很體面的問題 接著 新人關在一間房子 都會爆燈 其實有很多吵架 新人都好 說得比較壞 除非她真的離你而去 如果不是的話 你給你這麼多錢 你都要搞定她 而且有太多的 但以後婚姻要請軍醫 急救 那又不用 999就行了 要不需要特地再請 香港這麼小 又不是三卡 請救商隊 麻煩你 高危活動 除了住宅活動之外 還要住宅在不同的酒店 和酒樓 對呀 心臟病 好忙呀 有時候大打出手有血案嗎 打999 簡單直接 這也是關係 只不過是婚姻 在一晚內 很高壓的 很專注 因為新人之間很大壓力 有緊張 可能是很簡單 你知道之前有些人打完著 究竟是叫了衣麵 以自己付錢 還是入大數 這些都是罵的 對於一般人來說 自己付和入大數有什麼問題 那晚奶奶跟你說了一句 輕輕彈了一句 那生的男人就會覺得很委屈 然後有很多人問 很趕 自己又不知怎麼辦 這就爆了 這真的見到太多 還有一些 這些是向來的 有些向外的 受完所有事情之後 罵人 那些兄弟姐妹罵到瘋了 沒有朋友做的 他們用不同的方法 去舒緩壓力 所以那晚是太厲害了 還有你要記住 不是每個人都見到這麼多世面 你經常搞活動 見慣人 其實你的抗壓能力比較高 一般人和一個蛋糕仔 那晚的活動 人生最大 還有這麼多事情 搞又沒有活動計劃 很多親戚朋友 很多人會輔導你 每個人都見過世面 很多人懂得幫忙 但現在沒有了這件事 即是你的核心家庭 可能是一隻小孩一隻小孩一隻小孩 那根本沒有親戚朋友 會幫忙 而且多了 好像是養這些朋友 就是不適合就不見了 那些人越來越有性格 其實那些關係是很薄弱的時間 你結婚我怎麼幫你 根本是十年都不找我 壓力不是落在那些新人那裡 對 有些朋友會支持 但那些朋友 只是平輩而已 對 通常那些是自己結他一次分那麼大 即是有經驗 因為很多時候有很多危機 你不知道 我們工作是拆危機的 但很多人是真的有這個能力 或者是他那套和這個婚禮是無關的 但他們沒有這樣的知識 也沒有人幫到手 他們唯有依賴了他 他懂得這麼多 對 所以他們會出事不知怎麼辦 不知如何舒緩 你說有些長輩或是聰明的朋友 其實是可以處理到的 但當你什麼都沒有 你又想這件事做得好 最慘的是什麼 你一出醜 全部你所熟悉和重要的人都看到 是不是一煲過 對 做得多好別人未必記得 對 做過少許 大家都記得 而且現在很重要的是 最後來會怎樣 就像這個節目一樣 放上youtube 全通天 即是什麼蝦子都上youtube 你不見到youtube裡面 新娘子脫裙 蛋糕跌的全部放上去笑 對 甚至兩夫妻打架 都被人拿上youtube笑 對 那些真的蠻好看的 打架 有些朋友這麼好錄完放出去 情況就是他面對的壓力 原先已經是自己沒有經驗 已經是那晚緊張 再加上你那天裡面 所有你最重要的人才會請 你的不好的事在你面前 有任何的事出現 或者任何人不開心 你都會比平時賞心一點 已經騙在一起了 再加上 這個壓力不是那晚的 如果你有些正事被人公開的話 你漫漫長路那幾個月應該都很淒涼 有人試過被人插了一段影片 就一直在說話 那是演戲而已 好像真的聽聞有件事 也有的 有不同類型 問題就是一般人 因為普通打工仔 普通的一般市民 又不是見到很小便 或者做活動 或者工作背景 是普通平衡的市民 很大件事 就算是藝術家也好 有這樣的樣子 有些說話 其實都會不開心 抑鬱 何況是這一類 加上你家庭比較傳統 長輩的壓力 那些事情可以搞很久 所以有時候也會遇到 有些事情做得不夠好 其實新郎歌又沒什麼 新娘子都會吃很多 你嫁出去之後 又會說你的媳婦 怎樣怎樣 所有不好的事情 就會擴大 還有最大件事 講誠勢 我經常都警告新人 你不做不要緊 出現了問題 講誠勢 或者新娘子說你嫁出去 通常拿回來講誠勢 最重要的時間 結婚又怎樣怎樣 你想你之後日子好過 不如不要介意的話 那就做了它 沒有人說過我一句 沒有人聽到 幸好你 因為沒有什麼事都不做 沒有人反對別人的鋪張 其實我告訴你 也有人鋪張 如果你找到你注定的另一半 他都不鋪張 其實真的無所謂 生了一個兒子 有人陪他 他什麼都不用 肯定有一件事他不用 肯定要生了 他生又不用買新的 一件可以穿好 很久的 即是他不會用某些素料產品 肯定要生了 問題就是 都有找到女士 會陪他過這種 都有女性的野人 是回歸大自然的 大家熟悉的 周紹祥博士 他都不算很惹 他不算惹 他不算惹 但是很前衛 八十年代 你要一個成事的人 跟他吃生 做那些類型的事 其實基本上都很不成事 你作為一個女性 你不是那種意志 其實他到最後就是 你們兩個人 是不是有同樣的意志 我們一起工作的人就做 或者一起吃生 那個模式 或者我們一起是要炫耀 我們兩個是擺明 一定要告訴人 有多好 找到這個人 不可以 但很多時候會找到 那句 有多好 還有你很多時候的價值觀 其實沒有很認真討論 大家一起貪錢都可以 是 沒有所謂 就是收得來這麼多 那些兩個 雌雄大盜那些 就是對 可以幫忙看水 最重要是要夾 對 你不要表面上以為沒有問題 結果到時候不夾 就炒大了 還有很多時候他們會喜歡問題 因為他之前沒有認真 談過價值觀 例如生仔不生仔 已經知道 你沒有理由 很遲才做的問題 就算你肯說 文明人有些事情 都未必會爆出口 結婚後你才爆出來 有些事情 你不是兩個黏在一起 你不會知道 有些事情 即是拍拖的 即是結婚 就像剛才說的 可能認識不太久 是 又或者有些事情 掩著不說 有的 我這樣形容 應該說 很多人沒有這個功能 如果有長輩 他們都會掩著你 如果你說有些技能 有些可能是婚前輔導 譬如宗教 他們是很有系統的 因為我本身有中後訓練 和我結婚的時候 我和我老公有婚前輔導 他問了一個問題很好笑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 其他人已經不記得了 因為其他事情 我們都合作的 但有一件事是問 其實你結婚之後 你容不容許這個伴侶 和異性約會 很簡單 這句 我看著他 我說 我的工作是 我有銷售 我有男和女 我問他 那我怎樣 但其實 什麼叫約會 這個問題 不是 我認識一些女朋友 男朋友 真的會介意嗎 基本上是讓他 所有男性朋友聊天都不行 真的 男的不容許女朋友 自己女朋友 即是這個年代 這麼大的男人 但為什麼有女人 會要這些男人 因為他那一刻愛他 那一刻 可以很盲目 是盲目的 當然 所以不是說 那一刻 燃燒了她的愛緣之後 就受不了 是 但有些人可能 可以靜下來 這件事 都很看女生的成長 如果基本上 是被人一路以來 都混慣父母高壓 她就不要放她出街 即是家貓 你放她出街 就嚇死了 繼續是一個家庭的龍 金魚換缸 穿在龍魚概念 有一些女性是可以的 她覺得是飽受呵護 那就很好 傳重 如果是一個女生 你自己是騰龍換鳥 學廣東的汪洋 騰龍換鳥 所以我自己飛走 你喜歡的 你就會找另一隻 所以這就是價值觀 你一個越打越危險 但有些人可能 有些專業的服務 其實這個系統 可能長輩是會問的 他沒有那麼理論 但他會談談什麼 憑言去問 很簡單 你有沒有談過你之後 兩個人的前年安排 誰做監獄 就很細節 還會不會打工 會不會拋頭露面 做家務也要談 當然 有些真的不做家務 除非你是 家務做你的錢 你要穿衣服就要洗衣服 不傻的 有些人不懂得照顧自己 那就是自己愚蠢 很多愚蠢人 明顯你是一個很負責任 好老公 對自己是十分好的 一個傳統的男性 這間無論男同女也好 這間的衣服是穿了 但接著就 基本上沒有用來收拾 去到這樣的情況 還有很多是被人照顧過 因為說真的 這間是金菠蘿 我試過朋友十幾歲 媽媽還餵飯 餵到口 那我見過這些 你想想 他是完全沒有求生的能力 簡單來說 他身體是成人 很明顯是有貓安排 對 他已經過了青春期 他會找他一個配偶 就是餵得你吃飯 找老婆娶給你 一來二來 他人是一個動物 我們的成長和整個過程 就是端養的 對 所有動物都有天性 天性是對某一個歲數 自然會發情 要找另外一半 他已經純化了 純化了 都是一個動物 家裡的貓也是純化了 都是有相當的東西 你貓都這麼相信 你不去閹的時候 他都會叫出來 雖然他還是圈養了 問題是 他們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是否做這個動作 但原來他自己的價值觀 根本沒有跟對方 以為結婚 放在那裡 就是了 因為父母可能 已經沒有這麼說 因為就是經常都不見 你不見就不能探 亦沒有了這樣的概念 他們的構範就會不夠清晰 有些很小的階段就分開了 這個都會有 因為開始大家都是看自己多 尤其是年輕人 你這個牽涉到 令到他不能夠再 這是一個 Dysfunctional Family 就是遺傳下來 Dysfunctional Marriage 有的 有些擔心 他父母都會有過去的一天 也不可能跟他的子女一生 照顧他一生 有的 你有沒有看到四五十歲 還是 現在有很多 我有一個師弟 是做心理醫生 都會說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現在來看心理病 那些小朋友有病的是父母 是 是 很明顯的 我說將年齡再提升 結果父母也是有病的 你也是父母的 而且小孩子永遠都會說 是來自哪裏 就是來自父母 而父母也不是專業 因為坦白說 以前再教一輩的教育 是仁義道德 仁義禮智信 仁義道德 那些是甚麼成績 有甚麼療程 是沒有這些 這些是在婚姻中最重要的 價值觀是經常說這些 那些都沒有了 他們喝的奶 是不夠營養的 身體的人已經是成人 但他根本是沒有 思想上也不成熟 就是在成長階段 他要認識的 他沒有 那搞法變成香港現在的婚禮 其實都是 不容易搞的 如果你是很傳統 以前舊式的社會 那個儀式走了就沒有事 親戚朋友一起 那可以 如果你是完全西化 開放了社會 那基本上 那些親戚朋友 又不會再來煩你 你自己做個show 自己留個好印象 又沒有問題 香港在中間 是啊 父母也教不了 學校也不會教 學校直接不可以教 教不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學生都不懂 不鼓勵學生拍拖 所以牽涉到戀愛的盡量 是蜻蜓點水最多 其實都不敢說 因為基本上 你不要說拍拖 老師連做人的基本道理都不講 說不及 所以你不要說拍拖 沒有時間 我剛才想回應一個情況 就是拍拖 或者結婚等部分的事情 其中一個原因 為何還會有這麼多的婚禮 或者有這麼多類型的 東西要補充呢 就是廣告的銷售 廣告銷售 你不看到電視有很多婚禮 剛才我說過 譬如我做婚紗子 你走開 有很多做生意的 是繼續鼓勵 大家都明白 消費社會有些不需要 是給你一個夢想 Diamond就代表永恆 玩什麼事 一向都是一個家 就是家 其實他是異言無語 入腦就懂得背 這個人真的不關我事 我都未知什麼事 他懂得背 喂 我不懂這些 我怎樣去避充這些 你是用證據來剪刀的 你是想針對他才會發聲 這也是一個原因 商業社會是強化了 你的價值都比較薄弱 或者自己不夠強勁 譬如說我是女人 我完全不需要這些 但會有很多人被銷售 就要買一個套餐 不是你的peace group 譬如說很簡單 我當時有個女朋友 即是人生勝利組 就要擺20為酒 類似這樣 你不要很複雜 自己的peace group 譬如我當時有朋友 他結婚我剛遇到千禧年 哇 還在農煉 2000 都不要緊 他現在的老公 是零時零分 在機場跪著求婚 有記者拍了一張照片 不能 哇 超級麻煩 我們一群男人 因為同輩的朋友 差不多時間結婚 玩得那麼大 是呀 你玩得那麼大 大哥 你怎麼可以找一個千禧年回來 還要是零時零分 被人放上報紙 其他朋友很有壓力 你明白嗎 有什麼壓力 你明白那些女生是認識的 你怎麼找另一個千禧年 這個老公很好 幫我做了一個這麼重要的事 你明白什麼叫做壞事嗎 對 另外那些男生又怎樣 我的girlfriend 我找不到另一個千禧年來求婚 你當然不跟 認識你那些friend 都知道你不是這種人 對 但你明白 多數是女士提出要求 對 女士會比較 他很愛他那時候 他不會出聲 他只在裡面很酸 很酸 沒錯 酸的地步可以製作多一遍 對 很多時候男人 如果愛他那一半 就看到你這麼酸 很久會用心 讓你甜你了 糟了糟了 你這樣說 我越來越不了解女人 真的糟了 正常男同學 你上岸吧 你又要理解女人 阿嫂不介意就行了 你怎麼說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女生 但外面還有很多人苦開 無必未上岸 你不要說你 我就想做女生 因為我比較偏 男性一點 看到那些女生 我看到一群瘋性的動物在一起 他們有很多 歌笑 或者他們一些想法 你也受不了 對 我是不可以在一群瘋性動物當中 你兩邊都見魂了 你都認識了 你平衡一點點 我可以存在 但我不能夠跟他那些 那類型的話題 現在我經常聽到 多數是新娘子和姊妹有爭吵 很少聽到老公 所以新郎和他的兄弟有爭吵 這樣就行 何不可能 我春生見過自己的姊妹 一直都沒有吵吵 我是有些姊妹和兄弟團吵架 總之一定有姊妹份 姊妹的意見較大 姊妹對新娘 姊妹對兄弟 很少兄弟自己也和老公 這類熊性動物本身就不會自己搞大家 不會自己在那裡 紅聖的動物習慣集體去獵蝕 分工很清楚的 結婚的儀式很明顯是為了父母的事 我要拿女人回來就要做這件事 確保兄弟可以拿女人回山洞 自舍起時代開始就是這樣 他們不會理會發生什麼事 但女生不是那些 女性就有很多要購買漂亮的衣服 她要經營一個家的女性 很不同的一件事 那些姐妹為何這麼多事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可以最漂亮的 但不會比新娘更漂亮 不是,有些是故意比新娘更漂亮的 那些是軍奪主 不是,她在這裏打算不是,她在這裏是 她做的動作是 心理上不可以給別人看 難怪新娘經常跟姐妹叫交 不是,我告訴你一個情況 我們這些新娘子已經化好妝下 等於拍照 等那個是等姐妹化妝的設計 即是她化妝做得越來越新娘 厲害 其實她不想的 在心理上賤就會做了 我尊重你穿漂亮一點 是比較low cut 妝化得行一點,頭高一點 我開始明白了 我身邊經常聽過和姐妹吵架的新娘子 我開始明白她們說的原來都是表面 實質上可能還有一些更重要的 就是你所說的 要分層次 譬如說,姐妹有幾件事 姐妹第一件事,她是不是很真心來 或者很真心會做事 因為剛才說的新娘子已經在這麼高壓的情況下 通常都沒有什麼耐性 和說話都比較極度直接 你不是很…有玻璃心 那裡不是吵架 而是你只是說一件事 語氣差一點 這樣又搞了一段時間 另外就是那群女孩子 有一些潛意識地知對有兄弟團 作為癡性的動物 通常都會打敗 孔爵會爭相開平 不是兩邊的 但不是那些孩子主動去追 其實現在你要明白 那些兄弟是會留意伴娘的 對,伴娘 那些伴娘都明白 那些伴郎會留意她 而且這家 通常過了電話 你明白嗎 普遍多了很多草食男 肉食女 這是日本的一個形容詞 所以肉食女就要主動 主動 肉食男就不要所謂 現在我都見很多身邊 越來越多女士 她根本不主動等不到機會 不是等不到機會 是機會不會走 那些機會不賣力 不賣力不出看不到 很多男人現在去哪裡 你明白嗎 那些男人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哪裡 我真的不明白 像死貓一樣 那你那條草也會不會動 以前我們很小時候經常聽說 很主動 為什麼現在那些男人 毒男 全部都在電腦前面 都說了十幾歲 還有什麼貓餵 你怎麼追女人 年輕人比較窄男 大一點就變成毒男 譬如香港還好 日本已經很嚴重 日本只是一個議題要談的問題 這個不對 這個真的是絕種 因為男性已經覺得 不需要瘋狂支持自己 他已經沒有一個心理反應 因為有兩個英文字幕 基本上已經滿足到他 他在電腦上找到AV 已經可以處理你了 而且他形容的是什麼 一個真實的女性很煩 那也是 一個無異的女性就完全不會煩你 因為他們誇張得有些是幫他換衣服 吃飯陪他 我也知道他們思想上的溝通已經滿足到 沒有的公仔 但問題是 但你明明人類是要煩險的 現在不用煩險了 香港本地的出身率是很低的 其實某程度上 當你發現自己的錢完全不夠 你還要給小孩子 還要有很多學生的事 你會在一個驚恐的狀態 除了想不想知道 有很多客觀環境 是會令你不敢做的 但香港這個情況 這是因為你會有外在的事情 這個問題是日本那群 或者你找不到那群草食男 是內在的已經變成不需要 已經不是客觀條件問題 心理上已經完全封閉了 那你問我肉食女找不到 全面是家的關門 怎麼找呢 你都沒有說是社交 你不爆門都找不到 他買東西都好像貓一樣 最近的便利碟 還要是網上 那你怎麼找呢 還有年紀越大的草食男 他越難變成肉食 很難變回肉食 腸胃不舒服 他已經習慣了吃素 消化不了 他們進化了 那些女士 引她們過來吃肉 可能都已經沒有反應了 當然 雙腹雙城 肉食女又真的很激烈 除非你更加嚇到肉食男 對 因為你男性是可以處理得到的 但他們已經是普通能力 再加上你更強一點 那你更不掉頭 因為是舒服的 更希望舒服的 還有一般以前覺得 男性為何可以有一個能力 或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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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 體型、樣貌 另外一部分就是錢 現在很多女性 賺的錢 是相對多的機會 對 很多的 你可以看到政府 很多要職 甚至最大的一個都是女性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普遍 例如我自己有教 MC Class 很多女性 原因是他們 可能沒有安全感 或是想進步 很多人要求學習 但很多男性是停的 或者覺得OK 你沒有辦法 社會的收入 或者地位就慢慢上 尤其是香港 你不會有一個歧視 你不會像韓國那些 Haraaki的那麼重要 女性、男性的分別 女性外向了 開放了 是正常的 反而覺得奇怪 男性會反過來 內向了 剛才所說的 你本身是想有這些東西 可以威脅 因為他們受不起挫折感 對 很容易嚇唬 而且很實際 Low frustration tolerance 我很有自信 但我的錢只能夠你和麥當勞 你肯在麥當勞 你肯在麥當勞嫁 你撞了一個 兩個不行 第三個你就縮了 你可能第十個才是麥當勞 但我前面撞了九個 真的正常人 都不太行 如果是有上進心的男生 十個不行 就只有十一個 好問題 一定一次求婚 你講了很重要的項目 就是有上進心 教育的時間 發現我們連車朋友 對他有上進心這件事 會否普遍呢 極不普遍 他們追求的就是小確幸 你明白 本身已經 你的錢 和你本身拿出來的東西 不夠你威 真的很簡單 你打算很棒 有一個新的餐廳 我帶個女生去吃東西 去到門口 和我姓霍 發小姐很久沒有來 這次突然有幾個位置 你就有一個男士 面子放在哪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但你覺得很棒 怎麼會來到 原來很熟 你整件事 你男性那個 我想他本身裡面的自信心 所以你噴聲 那他玻璃心而已 但問題是 我想最大的分別是家科 那些兒子現在的臉皮薄 一來 有一個長期是有關係的 所以經常說 Disfunctional Family就是這樣 以前其中一件 教兒子最重要的東西 除了手刮夠硬 之外臉皮夠厚 一來二來可能他會看到很多 臉皮厚 我想再深層痴痴 就是他會承受低血挫折 但問題是現在 有一個挫折 上班媽媽都陪 那就是Disfunctional Family 有問題的父母 你推他出去撞板 蝦子 跌了四個朝天 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 哎呀不要跌了 有塵 你有沒有看過BB是不爬的 好說 那時候有些家長說 學校有蚊子 不爬他怎麼會學會走 回到長輩的怪獸 每個都是金波 他沒有想過 原來錯都是一個學習 你是錯中學習 你不撞板也會聰明 這也是一個追求成績 追求一個 即是贏在起跑線 大家怕輸 但問題是 為什麼不能輸 當你倒出來 他輸慣了 他就很夠強 說真的 可能再小時候 可能你會試過 藤條蚊豬肉帶 打 想辦法點避 這是智慧的訓練 如何減低的動作 你的腦子要用 但這件事 你會打開 怕你會痛 你在無菌的地方 他不會有抗菌能力 突然間就像末日一樣 然後死了 變成男性 可能是這個背景 原來是 有一點加定 還有 你為什麼會講人工 因為普遍這些人工沒有加 你想一下女性不停進步 停留那個位置 沒有這麼快 你問以男女的入色 女士還要面對 是 不是真的平等 當然 不過相對來說 非常平等 他會努力多一點 純粹是普遍地 如果以前可能 因為體力勞動等等事情 男性這件事多 以前女士又要 有很多家庭公園 責任不可以出去 自然就很難升 很簡單 之前有段時間很流行 在內地 貨車司機都可以很帥氣地回去包 那段時間 不是時間問題 一個女人也很煩 你還弄了兩個男人 雖然是便宜 老婆和兒女的感受 我相信是很煩的 在香港也會煩 回到內地還要再煩 所以樣子是好老公 正常來說 香港人會煩 兒女是應該不煩 否則她就會被 她沒有錢 你明明是三五二四六 沒有老闆 她應該令你很願意 多謝你教會我 這個地方 樣子從來沒有成為被獵食的地獎 不明白 女人見到我通常是彈開的 對不起 她受不了那些男人 自動防衛機制 有些可能是 你去吸引一些 本身她是很壞的 這種男性的人 去復興 我覺得是一顆不突 現在的女人不是想這樣 以前的安全感 你要獵食 樣子有沒有安全感 你要找一些 現在是很懂計算的 因為女生見到小面多 相對 我剛才還沒說過 那個司機的部分 我想說她的錢不多 但她找到一些地方 她可以這麼少的錢 都是威風的 但香港 沒有威風的 錢已經少 變相對比她更低 超人如黑氣石 她在自己家裏 只是普通人 來到地球都超人 變相對再低級的女性少 那你變成那些人 特定時空 當然現在沒那麼流行 香港現在都沒有這種機會給你 一路低 現在香港上上結婚 和上上大陸女生結婚 在女生上嫁到男生多 對 錢多 對 錢多 所以說話有很多 我還記得說過婚禮 我聽過一些比較特殊的例子 因為現在離婚禮多了 很多時候帶上前夫或前妻的子女跟著自己 我聽過一個真人真事的 就是那個女兒 離婚後帶上女兒再結婚 婚宴當晚 她新的夫家 那裡的姨媽 那些阿姨 那些阿姨 那些阿嬸 就說一定不能讓她的女兒 入門 不是入門 是不准她出席婚宴 你媽媽來結婚 我不讓親戚朋友知道 然後帶上前夫的女兒來 那些就是姨媽姑姑 對 結果你又搞得到 還要是這樣的 某些人的生存是為了不停說這些 父母反而沒有意見 所以我剛才說 兩個星期之內沒有收到電話 就叫安全 但我就同情這個小女兒 其實是 因為我真的有另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也是這樣 他的兒子也是這樣 他的兒子也是這樣 之前在拍拖 他的前夫 是沒事的 到他結婚 因為他本身跟他有一個新的女兒 一個女兒 結婚之後 不知道為何忽然發難 不讓他 我這個朋友的兒子 進入他的房子 他? 是 大哥你不是不知道嗎 應該早知道的 對 總之要砍砍砍 後來就趕了一個男生去加拿大 那我朋友就會覺得 嘩 這些兒子也很兇 不是 那是男人 我朋友是女人 那我朋友是女人 一定是保護了兒子 他後來覺得不行了 那就要分開 一定要分開 一定要分開 為何我加進來 你不讓兒子入門口 家裡也不給回 他知道 這些是壽星 絕對是壽星 紅獅 當打敗了之前那隻獅群的獅子王 他就咬死了他的獅子 咬死獅子之後 那些獅子是我的獅子養的後補 即是保留了很多的原子 絕對是秀星 但你越是高級的動物 就越不會這樣做 但當然 你就算去到黑猩猩的級別 基本上都會拿過來 所謂誰就生了 但有些是真的 這個男人 原因就是那些群居動物 基本上的遺傳因子都大兜亂 即使是別人生的同理 可能隔兩代都原來是親戚 所以為何越高級群居的動物 就越少排他 明白嗎 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屋屋居的動物 屋居的動物 屋居的動物 不是屬於自己的兒子 你能看到的 群居動物都會分層的 人都會臭 不是自己的 人就不是血緣關係 人是道德倫常 人性的關係 人性的關係 即是這位 維持在很低級的貓貨水平 我純粹講受性 還有一點點的背景 亦是他的父母 亦都有些很奇怪的想法 所以是很奇怪的 例如我朋友 他可能要付錢給自己的家 他會覺得 你為何要付錢給自己的家 我要養我自己的媽媽 我爸爸媽媽 你嫁給我 你就不能付錢給外家 搞錯 但他又不付錢 我的朋友要自己賺錢給自己 我覺得厲害 那我就離婚了 雷哥一定要離婚 又做評估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到他們怎樣 總之我這個朋友結婚 我是驚訝的 鬼暗眼 每個人都有個選擇 只不過是 說得好聽一點 愛情是盲目的 剛才叫鬼暗眼 而且他不爆他兒子的事情 沒有那麼嚴重 但你屋都不讓他進去 真的很過分 你剛才說的情況 就是他這個壽性我不肯定 保持原始的想法 但其實在實際上 你很麻煩 多數聽回來是反過來的 如果小朋友不喜歡 step father或 step mother 多數會是這樣 很正常的 因為他的身份認同問題 做父母更加包容才得正常 而且很明顯 他的後父或後母 做事做得不夠 很簡單 譬如我剛才收藥你貓 你很明顯 要等他朋友 你聞一下 你要做些事 哄他 令他覺得舒服 他就會主動走過來 否則你走邊 他會走遠遠的 所以很高壓的 焦點是 你過不過得結婚 那是儀式的 很重要 原來之後 那個小朋友 不讓你進門口 那一刻他不會結婚 很明顯 而且那些姨媽姑爹 這些人 有一點都是 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找你另一半 除了看另一半 你另一半 有沒有看到他的家庭背景 應該是 我聽到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就是有時候 女士或男士是過分自信 我不介意別人怎樣說 那一隻 然後就爆鑊 對 其實是 嘗嘗 你講得出做得到 沒有人會來講我 因為你看不到 譬如你移民了 沒有人會來講你 因為他們知道我是什麼性格 他們來試試講我 說完生日後 所以就沒有了 我剛才說過 姨媽姑爹 他們是下意識 沒有心地習慣這個習慣 什麼都會說 其實某個家庭背景 不是說錢的問題 而是複複雜 你媽媽又有男朋友 然後可能從那裡 又有些古靈精怪的關係 然後有一群人 不知道什麼 但是有些勢力 又是影響到你的 那麼複雜的關係 你要問自己 是否能處理得到 要麼你就往好處看 凡是我的過程 因為其實外國都是這樣的 以前都是這樣的 門當戶對 現在去到 平均來的三次分那一隻 那一台肯定有很多X 對 對 實有的 現在離婚率也有四成多 你還有一些小朋友 對 其實很多都是幾個版本 有些所謂兄弟姐妹 完全沒有緣緣關係 對 剛才說過 你看到一個男人或女人 對他前妻的子女 完全看到他對自己所愛的人有多愛 我曾經見過一個男人為了追求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和他的前夫其實是有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又跟了這個女生 他在追求女士的那位男士 是把這個非自己所出的小女 當自己親生一樣 不是他的口說 是小女兒 小女兒 看到這個陌生的叔叔 是開心得不得了 小女兒是不會 那不就是哄得好 不是哄得好 小朋友是不會說謊的 對 他感覺到 真的對他好 小朋友的直覺很過癮 沒錯 跟小動物一樣 所以我怎樣形容貓就是一樣 他感覺到你 因為你是真心對他還是不真心對他 你的 subconscious溝通 還有一定這個人的特質 或者他的價值觀 或者他本身的人品 是good 令你才能夠吸引到 當然你也要確定那個小朋友都是好 如果不是的話 一個好一個不好 總會有一個即合不到 一個好的後父後母 遇到一個魔王 你也可能會不好 但假設你有些基本 仁義度得 我是關心 即是那些很基本 即是老吊大牙的 其實是有做的 總會可以的 但問題是 其實我們心底裏都想要 都想做 否則怎麼看 做那麼多戲都不會有人看 因為大家都是投射你很想要的 變成那個人如果真的這樣對他 其實某種程度上 你代表了一個人是真的很好 即是可以嫁得過 這個已經不是說他怎樣處理他 而是他本身的特質 即是他的checklist裏面 是有正常去維繫一個好的關係 好的family 甚至乎他會培育下一代 即是他自己也好 別人也好 或是包容到別人下一代 即是有很多好的特質 這些是否才叫筍盤 就不是這個 對 你明白嗎 我分兩邊 筍盤是看S兩邊 即是嫁得好 我真的見過有人幫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士介紹男朋友 那個女士都很想 都有點心急 三十多歲 好像要賣樓經紀 筍盤 筍盤 我介紹的是筍盤 有兩層樓的筍盤 筍盤 你不要沒有 我不是要賣樓嗎 很正常到爆炸 香港做甚麼 很正常 我常常覺得我完全是博物館那些 我覺得如果你說的人不是聊這些 因為我所有女性朋友或男性朋友 永遠出來見到介紹的 全部是這些行先的 我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他不會先講人品 為甚麼不會效不效信 很少 是講樓 做甚麼職業 還未去找幾千人工 有樓 這些是基本的 其實有沒有樓已經等於知道 你大概有多少錢 可能有幾間公司 有很多東西是用物質去衡量 那沒有東西 你會吸引物質的人 很實在 你先用這些行先 或者有些看樣子 有些看照片 這樣不行 首先他都是端莊的 但他不是藝術 但他的心底是怎樣 有很多擺出來 做完之後很OK的 兩東西他負責就是幫你洗錢 你不給他附屬卡 你基本上不要有機會見到他 那你是要這個 因為我近來有個朋友 聊天 他是一個屋邨妹 很努力做事 又不是很厲害的背景 但他這個性格 竟然是吸引了一個大律師 是一家幾個男子 即是父親和幾個兒子 都是律師 大家覺得 簡直像韓劇一樣 你明白嗎 即是繼承仔們的 這個我覺得不奇怪 但如果那個屋邨仔 認識到一個女兒的大律師 他敢不敢要呢 誰敢敢要呢 即是男子敢不敢要呢 其實我也覺得 現在比較普遍是很不介意的 這樣也是 這樣也好些 還有一些這樣的男人 因為說真的 我被人說吃軟飯 他真的不敢 其實也有一些 未必吃軟飯 他可能只是收入 即是不得門當戶對 但男的仍然是可以 比較弱一點 相對來說比較弱 但他仍然是很OK的一個男人 譬如說有對歌手 他對歌手最早期只有女高的男人 慢慢追上來 習近平也是這樣 彭麗媛本身也是比他更有名的 但現在幾十年之後不同了 所以我經常覺得 你究竟如何衡量你和另一半的關係 你是看他的一些 所有計算的東西 還是他裏面的東西 你裏面的東西 基本上你不變 或者會更加好 說真的人有三衰老王 你哪個破產 哪個斷腳 你不知道 如果你全部計算這些 所以你問一下自己 你斷了腳 會不會跟你下半世 不是即是要離開 那你就知道這個人是甚麼性格 或者你是不是叫過世 還是可能是一段時間 但你要衡量 他會說還有一間公司 兩東西破產也有 那你沒有錢 走是不是走 當然也有些人會走 你不能衡量 因為可能你一開始跟人 溝通就是好像樓宇買賣 但你一開始可能 沒有說那些筍盤 會不會有抗跌能力 對 但你一過來可能講一些 主要價值 那你一日 你談一些 雖然好像很模型 但你覺得OK 可能那個bunding就會 一起努力 變成一起做一件事 一起去工作公司 一起去買樓 你就真的可以做到 因為其實post的關係 是應該這樣一起走 互相扶著 像腳步一樣 一步你一起來走 如果不是腳步 你只要拖著 其實可以這樣上去 會不會累 變成這個 好像沒有特別的說 這部分 恐慘就是計算 我也聽很多朋友 介紹都是這樣的 永遠都是用這些 或者是樣子漂亮不漂亮 這個樣子普通 完全是連再任何的溝通靈 我看現在的摩登媒因有些問題 你要記住這個生意 但我認識我身邊的一些女士 其實不理門門當戶對 她其實是想找一個 靠山的 又不是靠山 總之是一個肯負責任的男人 不需要賺很多錢 但肯疼她肯負責任 正正常常的 跟她一起牽手 我想不就是那些人的價值 但這就是難衡量 你難檢測 人品 等於以前古老十八代的父母說 嫁老公最重要是看人品好不好 說得容易 排品就知道什麼 人品好不好 但其實也有的 看到的 例如跟她出席的家庭活動 或生活上的決定 外父外母就約你來打招牌 對呀 小小生活細節 去一次亂停旅行 都試過聽過一個真意的 壓力差 她說去大陸 剛剛人家過年 奉砲獎 八百星到處都是 那個男人本來很正常 一有砲獎彈下腳 她馬上把那個女生 推著女生在前面頂住 然後回到香港之後 馬上撇這條路 你明白嗎 其實最好看 這個動作是非常之好 因為說話永遠有機會假 這個下意識的動作 看反應就知道 這個就是講到裡面 真正她裡面的價值觀 就是我不死得你死 這是自私的人 有事的時候 我還要推你去死 還有這個是下意識的行為 很差 這些就是看得到 測試到的真實 因為很多時候是甜言物語 所有東西 你是用你的意識說出來 那些東西可以假 當然有很多女生 就是這樣中伏 但很多東西根本是 你裡面那一刻的東西 有時候可能連那個人都不知道 當然是反應 對呀 你選擇那個人 你有沒有能力去接受 兩邊的 當你有能力 譬如我們有些女性朋友 工作能力很厲害 但永遠選擇另一半 都是差得沒有 為什麼呢 看人不看那邊 人不是每樣都那麼厲害 有些人有死穴 情感handicap 我們全部都是這樣 我們都是這樣 額床坐著包中服 難怪現在說 電話騙案很多 電話情騙 多數女性中服 都可以 都有的 所以其實是沒有 當然簡單來說 你自己有沒有能力 或者你自己有沒有當作檢查 list 有些事情你自己知道 很難回應的 第一 你不是每個情況都一樣 你不能重複這件事 這麼明顯的 過過程爆掌嗎 你不可以 剛才說 你病體醫生 他究竟會不會 壓力測試 對 有少許Crisis 為什麼樣子有一樣 是沒有錯的 去一次全家大旅行 就知道什麼事 如果全家大旅行都搞不定 你不要說擺走那一下 因為你生活細節 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另一面 就算是短途去澳門打個轉 也好 有時候從女性朋友說 最好過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有不同的反應 不同的季節 你要看到他的情況是怎樣 就像貓妹妹會換毛的 會換毛的 因為有不同的時間 譬如新年 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季節 就是要處理不同的環境 對 就是看一些人 或是伙計 例如做生意 你會看對手 其實你應該有這個能力 看細小 通常你會騙你 或是他計劃你 或是他計劃了 有些人很簡單 有些位置吃飯 即是門面都會裝 對 他不是要AA 而是他有沒有這個主動 即是很細小 你是不是要留心 也會考你 是否一個觀察力強的人 你自己是否對這些事情重要 即是你自己一個人都不是這樣 那就幫不了 有些難搞 為什麼呢 即是門檻設定得多高 男人老狗一向都是頓胎 有些人很細心 大部份都是頓胎 對 同意 我同意 非常清楚 他未必有心頓胎 但他真的沒有 即是敏感度 即是敏感度 即是如果你很想追求 敏感度較長 但到手後便是零 但如果有些男人的敏感度 我怕他已經是軟了 那軟了也要有那個意向 他沒有女朋友 高難度 很難亂 不過我雖然說口甜舌話 有時候是不太好 但我覺得男人都要學一下這些 這樣說 我把這個字轉一轉 AMC的職業病 不是叫口甜舌話 而是你尊重對方 令到對方舒服 如果你覺得這樣說完之後 他會開心些 那何不你每天做一個善事 賣旗都令對方開心些 你有能力 你會轉化一些說話 他又會舒服 你關你又好些 那你就做 我會覺得第二件事 因為 Takes to the dance 應該就是 之前做好少少雙方的輔導工作 你不要missmatch 就算是養老婆 那肯定很喜歡她 不用擔心鬼 又不要什麼刺激 又不要什麼過時過節鬆花 其實他本身也不想你沒有搞過 也就是 正如阿楊說 有些女士居然不介意跟你麥當勞擺酒 對 那你比上第二個 較為挑剔一點的死鬼妝 問題是如果兩個都是搶錢家族 那就沒問題 所以反而我覺得 第一 故知你男士聰明一點 盡量提升自己的水平 稀碎一點 盡量做得到就做 但如果真的不是你的性格 是 但要做好一點 你不要壓粗要別人來遷就你 不可以的 你要找一個適合你的性格的兩個 可以遷就好 那你就不用勉強 但你的社交網絡 又要提升很大 現在不像以前那樣 有些媒忍來幫你 即是上門建議 你跟誰的雙體 這些事情很少 那些是古代 現在就有專業媒忍 Speed dating 我聽說 或者是婚姻介紹所等等 摩登媒忍 聽說七成是女士 說實話是這樣說 但你會發覺 如果像剛才的Observation 埋位第一件事 篩選過程 你有沒有樓才可以入場 看到這些女兒 你說什麼是matching 那時候我朋友有搞過這些 等於股票對盤 都自動對盤 小鬼跟你說別人品 因為我朋友真的做過這些 Speed dating 即是那些 婚姻互聞 即是摩登媒忍 那種角色 他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要看稅單 稅單 死了沒有 你自動篩選了 因為是must 因為我們有需求 因為選特首已經篩選了 看男孩的稅單 看女兒的稅單 所有member 公平 問題就是要真實 要真實 要真嗎?稅單很真實嗎? 這麼說 不要看著我 我那張真 我看到太多上市公司造假 你明白 上市公司有假 總之是財務的support 像銀行一樣 有些東西 因為它都是中high end 即是基本的KYC 認識你的客戶 稅務評級 即是因為你的樓 是零 你怎樣去處理這些事情 或者你有層樓 原來按了十次 我都明白 你都有很多 需要你門面 你總有很多辦法去 騙 帶你去你自己人的價值觀 他將他的父母放養 好處就是 如果你兩班人都是這樣 所以就要照顧他們 所以就要照顧他們 OK 你不用自己去拍攝 有些是標準的 我曾經試過有個朋友 即是兩班藝術家就不用這樣了 相對 那他們自己會搞定 另外有些環境給他 那些 那些 要想想 這個樣子 我想來做什麼 我都沒有行 不是啊 我只是想做生意 做一些旅行 就不要只想幫人對稅單 低妝的東西 來做一些藝術家 舞會 大家畫畫 有些是怎樣 兩邊男女 之前要上課 學禮儀 化妝 dress up 那天晚上包到漂亮 放在一起 然後就讓你們 好像很漂亮 夢幻帶回去 難的都要化妝嗎 不是化妝 要整理自己 很辛苦 化妝 現在男士的儀容顧問 很好找的 你想清楚 你不想問Amanda 韓國 這是韓風的問題 因為你看到韓國的男生 日本一早已經是男 對 但這陣子很流行 嚴重了 還有是 小鮮肉 就是流行 眼線又要畫一下 又要化妝 麻甩佬也要這樣 很明顯 麻甩佬不是小鮮肉 是兩樣東西 你本身就是男人變成小鮮肉 你一定會發達 另一個市場 市場不化妝才算是OK 男人是需要不化妝的 小鮮肉是需要的 是兩樣東西 市場有一點不同 這個沒辦法 已經轉變了很多 我相信男士也貪美 他們也有他們的 應該是移用的 期望 社會現在高了 以前看你能力 因為是人品問題 現在真的要看你包裝 有些東西 回到一個問題 正如結婚的情況 包裝 你裏面是不需要人意道德 不需要有愛 包裝 但問題就是 OK了 引了你買回去 但爛了產品 一拆開包裹 很漂亮的 好像什麼呢 手機會爆 手機爆 很先進的 買了才知道原來是L7 買了 有些關係 就是用得差不多才會爆 之前試過聽過有些個個案 就是油舊還是什麼 打開 石來的 即爆 直接貨不對版 因為試過 之前有一段新聞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老公和老婆分手 因為他下了妝 即晚 即晚 他應該保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化妝的 總之我老公起床 化完妝 睡在旁邊 又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次 總之下了妝 被老公撞破 我忘記了個案子 總之是貼不對版 然後錯誤管理 錯誤管理 即是預期管理的 預期管理 好像一樣 你究竟是吃牌腸 還是吃質素 我想都是一樣 類似什麼 雙體最好就不要化妝 素顏最好 我之前聽過一個 我忘記什麼地方 它是一個新的相對方法 戴口罩 他的概念是什麼 那些人是很舒服的 不會因為樣貌 你立即給了一個 心順記點 你要先聊了 了解在裡面 然後你覺得OK 你才有機會 偉佬也有出氣說的 類似 不過不是戴口罩 他是叫做 黑房約會 也有 關閉燈吃飯 就在dark room 大家聊天 其實香港有的 DID 不是DID是有一個很極的地方 是黑的 三對話 他不是戴口罩 10年前 戴口罩 總之是看過 化妝那隻 其實他的目的只是 不想別人會因為你的樣子 不聽你後面的東西 像剛才說 他想要了解你的性格 他想要了解你的人品 就是這些部分 但問題是很多 派對 派對 派對後面就不聽 或者可能會停止了 今天晚上真的很棒 有Amanda在說這麼多話 很重要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們只是注意到結果 例如說 看了婚宴安排 看了什麼家庫公家人情 現在的鋪張 怎樣搞 隱身開來很可惜多話 連摘偶字 怎樣摘偶 對 所有事情是相關 如果不是有這麼錯的罩 你會有錯的分安排 有很多事情是相關 所以這個話題有很多事情要搞 這集我建議 有些女士也好 責男人也好 你反覆聽多幾次 反覆聽多幾次 反覆聽多幾次 Amanda 聽多幾次 聽多些專家意見 很重要 對 買酒的婚禮不是錢多於少 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你應該做的事情 吵架是因為他們本身有差 這個情況 這些未來維繫婚姻也很重要 好 今晚時間先走了 不麻煩 Amanda這麼久 她的眼睛都矇了 很開心 難得阿養說這個話題 有多些機會再約Amanda 還有好多事情可以說 多謝各位的時間 再見 拜拜